大家早晨 7月份期货期权到期后 已过了一个交易日 我昨天和大家说过 指数期货大户加权平均开仓水平 8月份恒指期货是24787 8月份国子期货是10161 这是我在多年之前自己研究的分析方法 准确程度非常高 如何使用呢? 先看24787 8月份 昨天是星期五 前日是7月份期货期权到期 到4点后便停止交易 去到那一刻 我计算8月份大户加权平均开仓水平 一般来说是3至5日 即是说呢 我会看昨天的收市价 8月份指数期货 星期六日 没事 然后我们看星期一和星期二 我只看到星期二收市 看3日 那变成5日 3日交易日 正变成5日 举例 到期的日期是星期二 以后呢 我只需要看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五 三日 即是说 究竟是3日至5日 就视乎中间有没有隔离一些假期 或者星期六 星期日 再说一次 如果下个星期二之前 这三个交易日 都是见到 恒指期货收市位 计收市位是高于24787 那就代表 跟着那两个星期左右 通常我们会看15日 前后的 比如15日 刚刚这个月是星期六 那就是我们看14日 我们看到14日之前 大市的整体方向是升的 不是每天都升 是整体升 即是反复升 或者持续升 或者急升 不知怎样 但是如果它是低于24787 那我们就看14日之前 整体走势是下跌的 那怎么看高跟低过呢 我们有三个交易日的收市 那如果三个都高过呢 那就表示 升幅应该是可观的 如果三个 之中只有两个高过呢 那就不可观了 即是一般了 但如果三个只有一个高过呢 我就相反 我就应该看整体 向淡的机会就大 而跌幅一般 但如果三个之中 有三个都是跌的收市 那14日之前的市况 就向下跌的机会就很大了 而且跌幅都可以是可观的 至于14日之后 这两个星期是没有参考价值的 我再讲一次是没有参考价值的 那同样地呢 国子期货是10161 24787 10161 大家记住 那我们看看 昨天第一日收市 就是24552低过 10043国子期货 亦都低过 那所以呢 暂时来讲 第一日是不理想的 那所以我们要暂时修裂一下 看好下个月 头半个月 后市走势这个 这样的意欲了 7月 结束了 交易日 那我们看看周线图 周线图是连续 第三个星期 錄得阴烛 那当然不理想 技术分析指标方面 就是STC的%K 就跌了%D下面 亦都是不理想的 一个两个 有两个指标 转淡了 剩下三个来好 而国企呢 不是国企呢 月线图 再看月线图 月线图 就是一支很长 手部的蜜烛 虽然这一支都还叫做阳烛 低开 略为高收 但是就表示 形势呢 暂时仍然是 利淡的 仅仅是 只有一个指标 STC 是叫做 轻微利好 长线 未得 那我们说 刚才国企呢 收市是10039 那就是低过 刚才说了 周线图上面的 看看 三支阴烛 也都是 和蓝筹相比多 分别就是 我们看保利加通道的顶 一路恒指期货 恒生指数 就在下跌 国企就好像想 不肯再下跌 国企好像有点点 拉力阻止它 显著再跌 月线图 与刚才恒生指数 相比就好一点 RSI好 STC也好 長期來說,國企股是比籃籌股好 我們看33個行業 以過去一年的表現比較 計算平均升跌幅 找到頭五個表現最好的 半導體、其他、醫療保健、軟件服務和工業 我放在圖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累積升跌幅是哪一天最強 就是半導體,拋離了,贏了 不過,它近期就明顯回落 而成交亦在過去一段時間一直減低 我再用資金流向過去一年的累積排行 就是軟件服務、銀行、地產、資訊科技、器材和博物 就代表過去一年之內的資金正主動買入 是最積極的五個類別 我們來看看 亦都排了給大家看一個表 最後我們來看看歷史表現 恆生指數的歷史表現 這一張圖,你見到 過去十年 每一個月份,究竟 月尾的時候,比對上個月尾,升跌了多少 很清楚 紅色、啡色代表升 綠色、無論是深、陸、淺、脈、陸 就代表跌 我們來看看平均 平均是五窮、六絕、七翻新 五窮也挺窮 絕沒有差過 翻新 算不算翻新 又不算 因為曾經跌過2.5% 再跌0.4% 那怎麼翻新 升了1.6% 那就不太理想 應該說 不是很應驗 10月 最差的月份 原來10月 平均過去10月 升了2.88% 看一看 表現是不錯的 排第幾位好 第一 最好原來是4月 最好原來是4月 接著 接著到它 反而最好是4月 大家可能不看清楚 想不到 提一提 這個數字 7月 由於今天星期六 是未算昨天的收市 所以算昨天的收市 是輕微變動 但當然不影響這個次序 大家可以研究 究竟哪個月 會怎樣 譬如這個月 暫時1.16% 計到7月30日 原來已經是過去 2017年以來 最表現最好的一個月 是2017年就厲害 升6% 如果大家想 詳細的再了解 這個表點用法 或者分析結果 歡迎大家 掃這個QR Code 這個QR Code 是我經濟通的同事 梁凱玲小姐 她寫的文章 她分析得很 鬥切 大家就掃進去看看 好 今天的分析到這裡 明天我會上 這個投資影音教育 就是 期權買賣入門 第二課 各位 Planternum Diamond會員 記得收看 美藝會員 立即做會員 又或者是 你本身已經是其他級的會員 可以進去Patreon 頻道 升級 多謝各位